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狗狗真的是人類的好朋友喔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小朋友們想要去小溪玩 他們也帶著Flappy 他們看到了鞦韆 Welf馬上就爬上去想要玩 這時候Flappy好像已經看到了什麼不一樣的事情了 Chip在推著Welf在玩 Flappy呢盯著那條繩子不放 後來Welf也爬上了鞦韆 要一起玩 Flappy在旁邊一直叫一直叫 想要提醒他們 後來Keeper也爬上了鞦韆 一起玩 而Keeper呢就看著這個Flappy 他就說 看起來好傻的狗狗喔 Welma went on to What a silly dog 說Welma Welma也爬上了鞦韆玩喔 這時候鞦韆上已經有五個小朋友了 他又看著Flappy說 喔 好傻的狗狗喔 他又不敢玩耶 其實Flappy已經發現了一件事情 但是小朋友都沒有發現喔 後來當小朋友要回家的時候 Flappy又盯著那條繩子不放喔 小朋友有沒有看見 那條繩子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為什麼Flappy一直盯著他看呢 為什麼Flappy一直盯著他看呢 Blash Oh no 哇 繩子斷掉了 橋也斷掉了 小朋友大叫 Oh no 知道喔 這本書後來發生什麼事嗎 What a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rock swing 下一次見 掰掰 今天的繩子有 Home 家裡 Push 推 To 耶 What 什麼 Wait Go的過去式 Flappy呢 真是一個好朋友啊 HELLO 其實就想要提醒小朋友們 這個繩子已經斷掉了 你們要小心安全喔 你家裡有養寵物嗎 也有一隻很忠心耿耿的狗嗎 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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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 感谢观看